对美博士的许兰芳 信入了不伦疑云 昨天深夜呢 她突然态度放软了 在脸书发出了四点的声明 先是向正宫道歉 还称曾经跟医师人夫 有讯息往来一个多月 并且承认赠送对方经由 但还是指控对方骚扰 对相关的疑虑 她还是否认到底 但是呢 她这次呢 爆料还说 她曾经受到了 艺人吴宗宪厚厚言无耻的追求 而被无辜扯尽八卦的吴宗宪 他气死了 他强调说 两人只是互相安慰的朋友关系 三月之后就没有再联络了 他要求许兰芳要公开道歉 生活很简单 我们没有任何的 我是一个透明人 我也不会跟他有所瓜葛 那许兰芳小姐 他是因为许博士 是因为从我们节目里面 才慢慢走红出来 变成是一个朋友 我们是一个朋友的角度 除此以外 我们上一通 WeChat的互相通联 三月份 三月份 现在是几月了 八月 八月份了嘛 对不对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瓜葛 你们想要看我的手机 我可以给你们看 水準更高的好不好 对不对 你们要搞什么 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男欢女爱关我屁事 对不对 你怎么来扯到我呢 如果许兰芳小姐 你有告诉这个男生 那你们家的事情就对了 然后来说 献哥追你的话 你要出来给我道歉 这道歉 如果你不好好 让我觉得舒坦的话 我会叫你捐献 献哥如果撇除你是那个 就是有卷入许兰芳博士 这件事情的话 你用中立的角度 怎么看这一次的新闻事件 新闻事件就是 或许他们因为 是不是有介入家庭 或者什么 听说是在法院里面的事情 他们在法院里面的事情 然后三方面 或者甚至是双方面 变成是决裂状态 所以就会抖出更多的鸟事 那许博士那边 你会不会只是口角穿风 哎呀 献哥在追我 谁在追我 你私底下讲这个 但是你们运气不好 你讲这些名人 到最后 把人家run到新闻上面 你们就有责任 你们就要负责任 那要不然我们就是 随便人家玩的吗 对不对 不合理吗 你私底下骂 品头论足我们 我们艺人就是个商品 被品头论足 我们被茶语犯头 我们都接受了 我们做的社会公益 也都没有比你们少 所以不要去伤害这些 可爱的人们